像這邊的魚啊 妳如果說妳要比賽的話 妳會來這邊挑嗎 我會來看現在這裡有什麼 因為像比賽有什麼比 當季的東西 真的喔 所以有可能會出哪些口 就像這樣 所以這邊等於是模擬烤就對了 就先來看啊 去市場看現在季節的水果啊 海鮮也一樣 就來看現在90的是什麼 而且這邊的魚種 其實是真的很豐富啊 對不對 你可以去挑就乾了 而且它有一些中南部上來 它有把它綁起來這樣 對啊 真的很不錯 這裡是基隆的Tamadink 是北台灣最大的漁獲貿易市場 每天的凌晨2點鐘 一箱箱從近海到遠洋新街漁獲 陸續被送到了現場 對任何一名廚師來說 這裡絕對是挑選A級海鮮的食材天堂 這好像是... 你這是自己店要買的嗎 是 你如果要買也有 這樣嗎 對 你都不用睡嗎 不用 睡飽 睡飽嗎 你都睡到幾點 幾點起來 晚上六點就來了 六點就來了 八點到現在 八點不知道 八點到現在 你都睡到幾點 我睡到幾點 睡到時候 比較像胭脂蝦 很像啦 對 對 有嘛 人家說紅蝦 紅蝦 你手指我看得到嗎 對 你這支是什麼 這是蝦子 蝦子 蝦子 比較好白嗎 對 這真的比較靈緻 它真的是這樣剝有沒有 它的手套這樣剝 如果說你想想看 沒有手套 光是泡著的話 手就會皺 你如果真的是用指甲去 剝你拿剝掉 所謂公欲散其事 必先立行氣 為了加快作業流程 人類總是有辦法找到解決方法的 而就我認為 一個人 越常逛市場 越能培養愛惜食物的內心 你想想看 當你知道高級日本料理店中 那一條條甜美的胭脂蝦背後 可能是這些人 在夜裡心倒的結果 你就會覺得很感恩 我也是用手套就白了 沒關係 我這麼手套都可以 沒有 你不習慣 因為 因為等於是你多了一個 它不是你的 它不是你的手 我覺得可以了 但是速度太慢了 但像我這樣 八到天空也不適合 他們八到早的時候 我們八到晚上 又掉了 我請問你做三四十年了對不對 你平常是你現在 八到飲食物都吃什麼 吃什麼 都要去吃 你白也比較糟 你一個味道比較咬 你一個味道比較咬 我做事的時候 就是這樣 就是肚子餓了嗎 不是 是肚子餓嗎 太多了 太多了 就不舒服 不舒服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好吃 這間 這間也不錯 後面 後面 他們在工作 你要跑得比較遠 難度也比較高 肚子餓先找東西填下去 他們說好吃 我們去吃吃看 對不對 其實我一定不會說 是因為眼前這滿滿的菸汁蝦 勾起了我的食慾 總之 不管是在白天黑夜 只要有人 就會有要吃的需求 不過這裡的食客 既然是長期接觸頂級食材 味蕾當然是相當的挑剔 所以能在這裡長期 經營深夜食堂的滋味 你想想 阿姨說這邊的好吃 你有想要吃什麼嗎 我想吃鴨肉香飯店前 沒有 你們什麼比較 有菜單 有菜單 然後有細口 你們還有 你們這很厲害耶 對啊 我們老闆想說這比較方便 因為他原本想要開居酒屋 開居酒屋 然後現在賣鴨肉 對 我們在自己煮的 而且我們的藥膳 濃度都是別家鴨肉店四倍 要這味道很多 這麼晚會不會喝一喝睡不著 不會 你放心 不會嗎 這完全不會 我要鴨肉飯 你要什麼 我要這個 鴨肉香跟麵線 好 然後我要脆 脆糖它 對 各位觀眾朋友你看看 現在不要說這碗鴨肉飯的味道如何 光是看到老闆這麼有誠意的 把鴨肉鋪得滿滿的 你整夜的皮馬上就會拋到腦後 心情大好 這個鴨肉的規模就有 你知道 不得了 先來吃吃飯 好 你迫不及待想要吃對不對 對啊 我一直在聞耶 真的太香了吧 好,可以 這樣 那個鴨油 然後飯剛剛好 鴨夠軟 好吃 流上味太舒服了 這個 然後鴨你也分不清楚是腿肉還是胸肉 它就是個軟 然後那個鴨香很棒 精神都來了耶 不是 我們在錄影的 你在進食的時候 就直接吃沒有停 因為它麵線很Q 而且這個剛剛吃 剛剛吃你飯的那個肉 鴨肉 它裡面有軟骨 咬起來脆脆的 你這個有軟骨 剛剛我吃你的 你那個 我現在要吃 你先吃那盤講這盤 不是 你那個要沒幾塊 你不能 所以我要吃你的 好 我吃這麵線 麵線很Q 好 油香油香的 微微的油蔥味 然後那個麵線是 煮得軟硬失蹤 不會說爛爛 你的麵線煮久了 它不耐放 其實滿好吃的耶 我很愛吃麵線的人 麵線好吃到是 就算不來看麵線 會特別晚上想到 滿雞龍之道吃的味道 所謂口齒流香 完全就是我和昭榮現在的寫照 軟硬失蹤的麵線 吸滿了油蔥和鴨油的香氣 在嘴裡吃起來非常的舒服 還有這一碗足以跟雞肉飯 打對台的澎湃鴨肉飯 難怪在海鮮食材A級戰區裡 能夠成功地站穩住腳 而且這個很適合小味的吃 不會太鹹 吃完隔天不會水腫 因為我是一個隔天 一吃鹹的 隔天就腫起來的感覺 妳不要這樣想 這個油可能不是鹹的原因 我一直覺得是鹹的原因 它真的把骨頭去掉了耶 我看起來非常的好吃 它鴨肉真的是好吃 真的嗎 好 它辣度很高 可以試看看 因為很多客人來都會把你生辣的吃 鴨肉跟鵝肉會比較難吃 因為它沒有出來就很硬 對啊 它會比較粗 但是有人喜歡吃粗粗硬硬的鴨肉 我喜歡吃那種軟滑的 他們這個就真的做得好多 我試試看看 你沒有想像中辣 但是好吃 好吃 胸也不柴 對嗎 也是有汁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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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阿姨他們還是很厲害 沒有走幾步路而已 想說只是究竟方便 不好吃 就算在隔壁你也不會想去吃 對不對 你有吃它的脆腸很好吃 你吃脆腸嗎 吃 吃 不要再加醬 它脆腸就剛好 對 乾脆肉吃也不會老 湯煮魚 清爽 甘甜 我不知道是餓了還怎麼樣 沒有停不了 老闆 你們幾點開 沒有停 沒有停 不注意了 我們只有這時候都看不到電子酒 電子一的時候 電子一的時候 不晚上 對 開24小時 我想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實基隆河口 從早期開始 就是吉家的養鴨場域 所以多少養成的早晚吃鴨肉的飲食習慣 重點是鴨肉的品質好 口感佳才能經歷了長久 因為是請我們的編導再拿去 這邊你負責都會做什麼 我負責就是補貨 補完貨過後再邊處理漁貨 所謂的補貨是幫飯店 餐廳補貨 有時候會 有時候就賣給我們一般的客戶 客戶也有 對 你是宅配嗎 宅配 宅配 好方便 都以宅配為主 就如果未來你可能家裡面有需要 開滿地的漁貨 你要找一個 你知道火眼金金的去幫你交貨的人 找他就好 真的很需要這個 很多像那種家庭客 或媽媽 說真的他不太會去挑魚 就像其實我去挑魚 我也不一定挑到最好的 一定要有一個那種眼睛很利的 那今天因為是這樣子 他要開私圈 他也可能會做外匯 他本身有在教學 所以他 因為剛開始他打算要做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他的老闆還不知道 我們這個播出去之後 他老闆娘就知道 對 對 但是這只是一個假象 假設 所以我讓他在這邊認識你之後 以後他要拿一些漁貨什麼 就方便了 對不對 而且這邊直接有人來幫你 對 你直接 讓你跟他聯絡就可以 對 講到辣 我們要加給辣 你要不要等一下再講 我知道 不要這麼急 對啊 或許你可以我可以分享給你 因為我會有他的賣 你那麼快就有 開玩笑好不好 那不 你現在可以帶我們 稍微看一下你怎麼帶 好 就是拿貨嗎 好 沒問題 這一次為了福利即將開明的私廚 我鄭重邀請到了一位走跳 卡瑪丁十多年 做到跳手的海鮮達人 阿順 阿順除了對卡瑪丁漁獲療的執掌 他還到國外學習海鮮知識 像如何用最好的方法保存漁獲 這一次請他幫忙是準沒錯 現在是1點05分 好 1點05分 現在來不會太常來吧 不會 不會 但是一般都是兩三點 兩三點來講的話 跟我們來說 假設今天我要補好料的 補好貨的話 今天這個時候來 為什麼 因為要貨它會先下 這樣你才知道 我們拿幾樣的東西 是海魚 拿幾樣是進口的 拿幾樣是養殖貨 所以這個時間來講的話 通常都是一般你看 都是有一些小販他們會先來提過 好料就在這個時候 是喔 我一般都以為是兩三點來的時候 對啊 我們 我們都是超過這時候 超過兩三點 東西都卸下來 然後就慢慢看一下 沒有 反而是要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你就是可以趁這個時間來講的話 你可以多走幾趟 多詢問 多詢價 那麼有的貨還沒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看第一家 這個還是還沒出來 那你再詢個第二次 第三次 東西就會出現 對 但你要跟他們購手吧 要 你看 我介紹這個沒有錯 對 這樣子 要 好 那我們現在就 今天現在就走這邊 我們先走這邊 好 所以這今天是你會來的第一攤喔 對 如果是以路線路來講的話 我會從那邊移路這樣走過來 所以這邊就是第一攤 他就買這麼大一隻喔 對 你是開店要用的嗎 對 難怪 我想說自己家裡面 怎麼可能買那麼大 他也是滿厲害的一個人 剛剛就走了 好那麼大一隻 對啊 你來就是今天看你會想買什麼 我會先尋一下 大概心裡中 心目中看今天要補充 會不會是尋完去回來就沒了 不會 不會 因為這個時間來講 我們來來去去 因為真正的大咖還沒出現 大咖 對對對 這個會掃得還沒出現 對 要嘛他就已經先掃完一輪了 要嘛他還沒出現 OK 老闆 老闆 你怎麼會很熟 那些海鷹都買好 都買好 都買好 他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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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買好 所以你要 他都不是這麼大 他就買 他就售一隻一隻 還可以買 哈哈哈哈 這樣喔 知道了喔 知道了 對 你要取吧 你才沒有要買 對 我待會再來 對對對 也是穿多的喔 這樣可以算是我的 娘家啦 今天要去他娘家啦 對 來拍照啦 場面也是很混亂喔 對 因為一般我們來卡拉丁的時候 差不多是 都是兩、三點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卡車都已經褻後走了 所以那時候在逛覺得好逛 比較好逛 但特地講說 他特地跟我們講說 這個時候來車 才可以看到好貨 不然有時候你看不到好貨 對 你說你會... 這是什麼時候會在那邊 娘家 以前在那邊坐坐跳高 在那邊玩過 以前在那邊上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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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回娘家 你不是每天都回娘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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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通常應該會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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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來全部都會先 對 所以你說兩點、三點來的時候 那你還會 喔 所以要這個時候來耶 對 聽阿順的話 凌晨一、兩點 這個時候來卡拉丁找食材 的確能夠找到第一手 最新鮮的海鮮 但這個時候卡拉丁確實剛好碰上魚貨下貨的時候 為了不影響店家們做生意 剛剛我們去巡了一輪 心中有個第一 我想 欸 我們吃個宵夜先吧 所以我們剛剛在那邊 繞這個廟前面過來這邊 對 你說這邊就是屬於 你說 有時候小販會來這邊吃飯 對 對 但只有兩攤喔 目前是這樣 因為我們太早了 太早來 對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也是很多地方可以吃啊 所以你這個時間來 第一個我們是最主要看漁獲嘛 漁獲有看到好的東西 這是重點嘛 對 那你繞完一圈過後 你再來吃個飯 剛剛好 然後回去之後全部被沒忘了 還覺得還好啦 還好啦 還好啦 真的啦 那要不就先吃一點喔 我想吃吃看它這邊到底 你說這些魚飯來這邊 每一個人都那麼忙 一定有什麼他們想要吃的 對啊 對不對 就這家 好 好 然後吃一個 我請你一顆麵 一個渾燉湯 好吃再叫 一個麵 啊 滷肉飯還沒有 滷肉飯沒有 好啊 一個麵一個飯 好 然後 關東煮 關東煮 對 好 請說 沒有保密 加漁獲那裡 沒有保密 沒有保密 因為人家喝提神的 大夜半都喝這種 才不會睡覺 好 在看漁獲公住的人們 早已經習慣莫黑出門 天涼回家 大夜班的生活模式 多虧了這些半夜出沒的 體力補給站 吃上一碗小麵 活力立刻又滿上了 麻醬麵我說的 這是我一大死卷 真的假的 我很愛吃麻醬麵 很舒服 好 尤其是這種天氣 來這邊 然後 可以中間休息的天氣 天氣是難度的 好吃 剛剛直接叫也很好吃 是蘑菇煮得很厚 所以你一般在這邊 你的會從幾點到幾點 其實很快的時間就是說 剛剛我們這樣 評論一下對不對 看了一下之後 你確定心裡要買什麼 那待會兒就回去 拿一拿 付個錢 然後就回去了 對 那你餐是幾點開 我的餐位嗎 八點 八點 對 你待會兒買回去你要幹嘛 還有水裡漁獲 還有水裡漁獲 對啊 你是不是買回去已經會去睡覺了 沒有 那也是很辛苦耶 你要從現在到一點多 弄到早上八點 那開到幾點 下午 十二點一點 你都不用睡 沒在睡耶 你回家已經睡覺了 睡夠了 一點回去你幾點睡 差不多兩點 下午兩點睡 然後睡到幾點 差不多六點起來 都看一下狂狂 還有什麼東西要補的 有個人有沒有叫 如果沒有的話 繼續睡回容叫 對 你看難怪牠那麼白耶 沒有 牠就是吸血鬼 沒錯 對 這一次牠買魚貨 好 吃碼喝足 阿順繼續帶著我們走走看看 沿路逛大型魚市場的樂趣就在於 除了魚貨之外 還會看到像是現場鯊魚秀 現燙小選等 好看好吃的畫面 不過福利到底想要做什麼料理呢 你今天要做什麼 我今天想要請順順幫我 找一條 對 牠覺得今天最適合 最好的一條 這條魚大概可以做到24到30 好 那你看今天什麼魚 你覺得還不錯 那你不用擔心什麼魚 因為牠都會做 對不對 這樣最好 那沒問題 好就買 不要說我一定要鮭魚 我一定要鮪魚 對 這是好 就買了 好 我們現在進去 好 給牠 這一段又是什麼 其實這一段來講的話 剛剛我們看到的 有的是賣一些 我們講的說養殖以外吧 對 像這種東西來講 全部都是海魚 打下來就是我們 對 幾乎都是我們講的冷凍貨 這是冷凍貨 對對對 你會賣冷凍貨嗎 會啊 也會啊 也會啊 冷凍貨你會賣什麼 我會買的是透抽 哦 花枝 明蝦 乾貝 激凍的那種 對對對 激凍的 翻凍的 那邊不一樣的地方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你看到什麼 有洞庫 他進來就拆 對啊 剛剛講說什麼都可以 現在傳說不想買甜蝦 你多買啊 我來去問問看 好 等一下也沒看 那現在去幫我問問看 然後甜蝦 沒錯 很好 一起來給你買嗎 對啊 哦 這都是水洞的一種 全部都是傳統 傳統 對 這都是包冰的 你看嗎 對啊 這個都是沒有包冰的 這個有包冰啊 沒有 這個都沒有 這很漂亮 對啊 這個有繩子嗎 不建議 不建議 不建議為什麼 水三瓶 還是要自首啦 乾貝的話 生食的可以 你看其他東西 不建議 為什麼 以我們台灣的特色 來去處理 質料的店 我相信 老師應該有去過日本嘛 那 他們做的那個質料 都是用他的過濾水去做 對啊對啊 我們台灣有嗎 海的過濾水 跟他們 不要說海的過濾水啦 我們日本人 他們做的那個都是阿歐水啊 所以他的水管 全部都埋在裡面 對啊對啊 他過水的時候都可以直接喝了 對啊 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不行啊 我們台灣都要自己裝 然後才來做這種處理 對啊 這個通常 你都怎麼做 我基本上我這個有時候會拿來生吃 對 對 我基本上都會用生吃 你真的買就是要買一盒嘛 對 沒錯 你看要不要 好啊 吃生吃的喔 我可以啊 可以嗎 我可以啊 生吃對不對 可以 吃不完 打包帶回去 好 買了 這個天使紅蝦 算是為今晚開了壺 接下來購買食材的靈感 是源源不絕 下一攤又買了大文革 福利打算拿來煮湯 但我覺得新鮮的蛤蜊生吃 也會很鮮美啊 阿順很快的幫福利 找到了他ODER的真雕 食材買了差不多 咱們就回阿順的攤位 把魚處理一下 順便跟大家分享如何挑魚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處理魚 是 是 那我們這邊處理魚 像我的習慣 會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這些魚貨拿回來 除了我們看它的熊以外 有沒有 熊 看它的魚的熊 眼睛 對 然後它的直度 像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我買的魚 拿起來我要這樣子 這樣直 它會不會垂下去 對 這樣子來講的話 是在死亡六個小時以內 還是屬於僵硬的狀態 沒錯 這個時候這種東西 如果是說硬要吃Sashimi 這個時候OK 一般我在挑 我講我 你看對不對 首先就這邊不能奶 沒錯 眼睛要夠亮 對 要你血亮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允許的狀態下 魚鱗要完整 是 對不對 一個就是你剛剛直的這樣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 你看嘛 你會看到發現什麼 亮 光澤 光澤 我這樣子打 閃光 你會看到有點紫色的有沒有 有 銀 對 要這種東西 但是每一種魚都是嗎 都一樣 它都會有這樣子 不管什麼魚 對 對 鮪魚也是 鮪魚也是 但是如果說油脂怎麼看 其實油脂來講的話 第一個厚度 厚度要高 深厚 對 深厚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季節關係 現在是冬季 對 冬季來講的話 魚會非常胖一點 對 它在水裡面 遇寒 對 遇寒 然後它的活動量 所以它需要那個熱量 對 才保護它 對 這個時候吃的魚 到二月前 我們講國立二月 對 這些魚都非常有油脂 對不對 我們要給它浸泡 要泡凹水 對 泡凹的鹽巴水 那如果說你沒有泡的話 它會怎樣 它在哪裡 鮮度 泡的話鮮度更大 那在它還沒處理之前的時候 先把它浸泡 對 所以你的凹水是有鹽分的嗎 沒有 我們要自己去調配 切調 還要再調配 有比例 差不多一公升30% 它有影響 它有影響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熟 會慢慢的調在這一邊 現在等它的熟 你看它的熟會調在上面 我給我摸一下 可以 可以 你加鹽了嗎 等一下 對 這個是凹水 凹水 因為最主要你看它的熟慢慢掉 對 有沒有 它顏色就可以比較容易出現 如果你放在水裡面 你看 有沒有發現到 鹽巴水來講的話 它的熟會慢慢一直掉 嗯 那待會處理鱗片的話 就非常方便 嗯 阿順的漁貨庫 就開在卡媽丁鄰近的仍然市場裡 它秉實的給家人吃的心情 在處理漁貨 不但全程用凹膩滲透浸水洗魚 魚鱗 魚內臟也清理得十分乾淨 處理好的魚 最後還用真空包裝包起來 也真的是夠講究啦 時候不早 差不多回旅館休息 大夥的早餐 還等著我們熟代捕呢 你們會為了什麼去北海岸 我會為了滿足恐怖之魚直奔海港 那裡有種來自大海的田 那裡有我最喜歡的仙 秋冬上映的黃金海鮮祭 召喚著我來大口克螃蟹吧 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出發北海岸 第一站就從基隆開始囉 可以看到後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外木山 其實就是已經靠近非常基隆 對不對 基隆的尾端 基隆的尾端 靠近外 然後這個港口有沒有特別叫什麼 大五輪漁港 大五輪漁港 其實我們常常在講說吃海產吃海產 我們一般在台灣 八九不離十就是中南部 不然就是去澎湖 其實在北海岸這邊 有一些獨特的海產 好比這個 對 腌子蝦 腌子蝦只有這邊有嗎 腌子蝦是大溪漁港的意義 這個是我們說的紅蝦 早期在大概三十幾年 我們店裡面所賣的生田蝦 因為我們拿不到日本的生田蝦 所以我們都每次去市場說 你有紅蝦有沒有紅蝦 應該就是這個吧 對啦 應該是啦 嗯嗯嗯 那紅蝦會說除了腌子蝦 我是個人覺得它的那個脆口度 遠遠比日本田蝦來的脆口 日本田蝦吃起來有點帶甜帶粉 可是醃製下吃得到脆口 近幾年來有很多 別的料子 常常是在要求說 我要試到日本原生種 都是進口到台灣來 其實台灣有一些好的漁產 你可以用日本料理的方式來製成它 其實是沒有問題 好吃 嗯 那這個是 小卷 小卷 小卷有啦 小卷這個基隆這邊是 對對對 我都是大中的 都大概在夏天 量產 欸 紅蝦有在釣小卷嗎 基隆什麼 那個叫炮竹 所以基隆這邊也在釣炮竹嗎 有啊 漁船出去釣 對對對 在哪裡 都在那個 鵬家湯附近啊 還有那個基隆湯外 都有 你發現 在台灣的這塊土地上 我是真的算買 其實很多地方都不知道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斯的數字會料理 講完囉